回到現場我們來看到 這個是日前發生在金門0214的事件 經過六個月的偵查 金門地檢署選在8月16號這一天偵查終結 指出兩艘船確實有碰撞 但是沒有辦法證實 這個漁船的翻覆 就是因為碰撞所導致的 因此對於海巡執法人員 都是不起訴處分 針對這個部分 大陸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 他立刻就回答記者的提問 他說214惡性撞船事件調查 批評所謂的調查結論 是罔顧事實 刻意推卸責任 我們對此事不能夠接受 我們來詳細看一下 這個朱鳳蓮 在這個新聞稿當中 到底是怎麼樣回答媒體的提問的 其實他直接有說的話 是滿嚴重的 他就說是調查結論 罔顧事實等等 因此對於這個批評 台灣是刻意推卸責任 對此事不能夠接受 這個部分我想問一下 蔡委員你怎麼樣看 原本好像有堆疊出一些善意 不過現在看起來後續 可能又很難解 台灣方面對這個案子 其實可以拖 很多的這種刑事案有時候 一拖好幾年 那這個民進黨政府不想拖 想要把這個了結 那這個時候丟出了不起訴案件 第一個影響到的就是那個船 跟船長還壓在大陸的那個案子 那我覺得當然就很納悶啦 就是這次表示賴清德政府想要對大陸傳遞個訊息 怎樣 你也不敢怎麼樣啊 對不對 我也不想跟你談啊 我也不想巴著你啊 那反正錢也給的啊 對不對 那一體你們也拿回去啦 這事情已經過了啦 反正我現在不起訴以後 這些海巡的弟兄們會更 這個挺起腰桿來 來查氣等等 然後要不然你要幹什麼呀 大概這個意思 朱旺年講規講 那就大陸接下來 可以做的動作是很多 他會不會做不知道 大陸上經產有很多動作 他最後都沒做 可能他們比較忙吧 所以賴清德就有的混了 對不對 你看吧 你看我這樣做大陸也沒什麼關係嘛 賴清德想要趁這個空隙 這個要不要起訴是一件事情 但是該拖不拖 就是台灣的一方面的 可能這個賴清德想給大家一個 我是強硬派的這種角色的定位吧 那我們就尊重他 那就看大陸接下來的反應嘛 大陸都反應之後就是 只找朱旺年出來講一篇話 就下面沒啦 這個事情就結束了 賓哥我問一下 為什麼這個起訴不起訴這件事情 不能夠拖一段時間呢 這你要問警察官 你問我他已經拖了大半年了 他為什麼不繼續拖呢 我就不懂 你好歹也先等大進版的船長 跟船放回來再說嘛 結果現在船長 我們的船跟船長都人還在那邊 那要是老共再找個藉口 繼續扣著他你怎麼辦 然後而且我請大家注意喔 本來大陸已經緩和了這件事 你有沒有注意到上次大陸來 已經不講惡性撞傳 已經都沒提這個事了 結果你現在逼人家重新 又惡意識惡性撞傳事件 重新又講出來 那就表示整個緊張態勢又升高了 賴清德可能以為說 反正我都已經解決啦 我錢也賠給你啦 對不對 那遺體也給你帶走啦 那你還能對我怎樣 你要叫就叫啊 反正你要叫我就再來操作一波 抗中保台啊 不是這樣的 因為你要知道 現在我請大家注意喔 現在整個台灣海峽的執法權 在誰手上你知道 在老共手上 我們已經撤退到海峽 不是海峽中線 我們已經撤退到24海裡線了 我講實在話就是這樣的 那所以 我們的漁民以後在整個台灣海峽 請問一下 老共要找個理由 要把你的漁船扣走 輕鬆之急啊 隨隨便便便給你扣走 那接下來怎麼處理 你打算怎麼辦 我就覺得賴清德那個腦袋 真的有動 本來你可以藉這個機會 大家雙方四處戰異 尤其現在 發生了這個撞傳 我們趕快去想辦法幫他們 把這些人救起來的話 這樣也營造兩岸之間的友好氛圍 結果你現在就任由這個檢察官 搞這個東西 那到最後 到最後就是兩岸又僵掉 那兩岸僵掉被 是對大陸不好還是對台灣不好 我覺得大家應該很清楚吧 那當然對賴清德也許他說 沒關係 反正這樣子我的選票多了 因為大家會更討厭大陸 大陸只要敢對我們做什麼 我們民進黨又可以利用來做選舉 也許在賴清德個人的選舉 真的是這樣沒錯 可是這對整個台灣是有利的嗎 我們跟大陸情況越搞越僵 這個對台灣真的是好事嗎 我真的希望台灣人自己要想想清楚 你真的要放任賴清德這樣惡搞下去 好原本比較和緩的態勢 現在好像又被升高了 另外一個部分還有中非在南海的衝突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大陸的外交部發言人8月16號 直接說了 要求菲律賓立即停止侵權行為 要立即撤離先兵礁的相關船隻 好主要是因為環球時報在8月15號有提到 知情人士透露非方正計劃要判 且第二艘的海警船停泊在中國 鮮兵礁戲湖 而且試圖要半永久的部署 大陸專家直接說了 馬尼拉是在試圖擴大對於鮮兵礁的非法戰力 嚴重侵犯到中國的領土主權 中國是不會允許的 這個部分請教一下張將軍 那這個就是要複製在仁礙礁的馬德雷山號 馬德雷山號在1999年5月的坐灘在那個地方 一拓已經現在2024已經25年了 你看那麼久 那它這個船 它這個是酒拐動腰 這個船還算是 還是算蠻新的船 不是老舊的報廢的那個船 就過去那邊 不是啊 它現在過去那邊 換句話說現在仁礙礁有了 現在仙兵礁再給你來一個坐灘 活動平台在那個地方 而且這個船還是扮新的 那不是可以 如果要複製的話再停個 這個20年30年 那不是問題啊 那現在的話它不是光做一個 它還希望另外一艘也過去 變兩艘變成一個 兩個雙浮動平台在那個地方 這個變成菲律賓在仙兵礁的前哨基地了 你要去蓋 要去診件 要去修 太慢了 我直接一個船放在那邊 上面生活設施 生活的條件 食物 還有它整個居住的條件 都非常好啊 直接可以用啊 你要不要去搭 要不要建 要不要填礁照島 通通不要 但是變成宣誓主權在那個地方 那中國大陸要不要把它拖走 拖走也不是 馬德雷商號都拖不走了 你這個可以拖走嗎 中國大陸一定要處理的是 處理馬德雷商號 因為馬德雷商號久啊 你不處理 你怎麼 舊的都還沒處理 你會處理到新的嗎 會有這個 這是菲律賓的想法 那菲律賓在這個樣子的話 它多了一個籌碼了 大家來談嘛 對不對 你現在有一個 馬德雷商號的仁愛礁 那現在又多了一個先兵礁 大家來談 它的籌碼變多了 那浮動平台又可以用得更久 那這樣子的話 會不會在中國大陸 這方面的壓力 當然會有壓力 所以中國大陸怎麼辦 五九動腰 萬頓喊緊張先過去 表示中國大陸這方面也很重視 那中國大陸當初的時候 為什麼讓菲律賓的這個酒拐動腰 這艘船過去 那時候中國大陸在這方面有疏忽 當初知道他會不會採取這個 仁愛礁 馬德雷山模式來對先兵礁 當初要先想到 中國大陸沒有想到 菲律賓會來這一套 他的海巡船過去之後 直接停在那邊了 就不離開了 那不離開到現在為止 還想要第二艘過去 這個是就是一個增加談判的 考量的空間 這是菲律賓 那菲律賓的話換句話 他這個從這個研判 他會走硬的還走軟的 我認為菲律賓會走硬的路線 那這硬的路線要怎麼樣去黃河 那就要變成談 那談的話菲律賓又多了一個籌碼 所以菲律賓他在營造 製造籌碼 營造籌碼 增加談判的這個主動權 談判的分量他就有了 由一個島變成兩個島 還不包括黃岩島 所以我看到黃岩島菲律賓 也會採取類似的模式 但是已經被中國大陸看穿了 所以黃岩島菲律賓想要過去做攤 可能性是零了 幾乎是零了 因為他已經看到 先兵礁的模式已經又複製成功了 沒想到25年後複製成功 所以在這一方面 菲律賓也只能在這兩島上面來做文章 那這樣子我們來看 是不是以後又要去運補 食物總有用完的吧 這些淡水總會用完吧 那你還要運補 那大家又是要這種緊張 這種對立 或者這種要報備不報備 這種政治的協調 軍事上的協調又要開始了 這樣子那個時間 菲律賓認為越拖對菲律賓越好 那中國大陸希望儘快落幕 那儘快落幕要釋出談判的這種 我們講的善意 那菲律賓要的就是這些 所以菲律賓是增加這個方面 是因為增加談判的勾間跟籌碼 然後由被動權掌握到局部的主動權 他的考量在此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庫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